今天适逢世界地球日 而主题是多移塑料不如少移塑料 面临天然灾害和贫困等等问题的 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 最近就有人利用了艺术产品收益 来资助种植树木 打造人造森林 对抗全球暖化 是的 这项绿化减排活动的背后 其实是一段反殖民的文化历史事迹 当地人阔别半个世纪后 将殖民者雕像 从美国运回刚果 他们也开始追溯到祖辈那一带 人与森林 人与大地之间的对话 在歌在舞声中 刚果小镇卢桑嘉迎来一场 别开生命的回归仪式 见证刚果历史的殖民者雕像 时隔五十多年 从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正式物归原主 近年来 全球前殖民地国家兴起的追溯文物潮 也鼓舞了刚果种植艺术家联盟 向曾经殖民他们的西方国家 追讨属于本身的古文物 虽然这批雕像只会在卢桑嘉展出半年 但对当地艺术家布昆巴而言 已经是弥足珍贵 这批雕像是弥足够的迷晨 这批雕像是弥足的迷晨 就以巴洛特雕像为例 当比利时殖民官员巴洛特 在1931年一场工人起义中被杀害之后 钢果人就将他的脸谱刻在一尊木雕上 他不单标志着当代反殖民运动 如今雕像从殖民者手中重回故土 更赋予这场运动新的意义 讲求前人重树 后人乘良精神的钢果人 并非只活在过去 在追溯历史之余 也懂得善用古文物的经济价值 他们将出售文物周边产品的获利 用在购置土地 重新种植在殖民时期遭遗憑的森林 我们使用的树 为了有更多资源 为了购置土地 因为在带来的土地 我们还会变成草获 让它变成草获的草获 你知不知道 草获为我们的父亲 它是全体的 甚至我们今天 它是全体的 因为草获是同时 我们的护士业 我们的护士业 草获是我们的超级市 普困巴认为 重新找回文化和身份认同 其实跟保护生态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都象征刚果人 尊重自然和谐的精神 刚果种植艺术家联盟 目前已经透过文化经济 重新种植出 230公顷的森林土地 并放眼未来扩展到2500公顷 在鲁桑家打造 缓和暖化效应的炭库 恢复多元生态系统 造福后代 在鲁桑家打造福后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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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